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翠新建案 这边就是有接了一个装潢的案子 这一集的话呢 我就需要来当小帮手 然后随便大家要解释一下 木座现在这个行业 他的施作流程 因为现在的木工装潢 已经不是像大家印象中传统的那样子装潢 我们的话讲求就是快速 然后呢还要整洁 另外呢就是木座在我 心目中的定义呢 基本上比较高 倒是认为他是个职人 基本上非常专心 然后非常专业 就是一生选命职人的概念 所以我其实非常崇拜 我刚刚就是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也就想说趁这一次机会 那就顺便拍木座这个行业 现在木工装潢不单单只要会装潢而已 哟 像我老公啊 就是另外还会3D渲染图 那里面就是跟业主沟通 因为呢 大部分的业主其实并没有中间的概念 通常就是会有可能拆除重做造 配时被攻的状况会出现 但是因为现在有多了一个就是3D渲染图 可以提供作为沟通的方式 让客人先提早看到 预想到装潢后大致上的模样 那至少是给业主 给家宿跟公关的沟通 这样子会让师座整个流程会更顺畅 那这一集的话呢 基本上我就是来这边当打杂的 小帮手 基本上打杂的就是 对啊 偏吃偏克的成本 其实我还蛮喜欢跟我老公这样到处跑 那所以就大家去看一下 装潢的话 流程会是怎么样 Go 好 我现在要来做第一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就需要保护我们的地板 所以呢 那我们接下来 故意保护地板 因为呢 最近才要被施工或是很重 很容易就不小心把 新铺很漂亮的地板 被弄掉 容易被刮伤 所以这本都是 一定要做的 切记 一定要请沟通师傅做 这一项正座 才可以确保你的地砖是 最后 一定是完整 hace 不会受到碎上的 OK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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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